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恨的人光 我跟你签五百万里很多 对不起 哇 安静你上废室啊 太帅了 你看你那眼神太霸气了 简直就是光芒暗张大杀四方 哪儿那么夸张啊 安静 是不是打草稿了 没有啊 不过小时候呢 我经常看我爸采访 听多了也就会讲了 就算是临时报了个佛小吧 我们上去吧 早啊 早啊 各位 早啊 安芸 来 新来啦 我的咖啡到了 就在楼下 你去帮我拿一下 以后自己的事情 能不能自己做呀 安芸 你别以为你刚转了阵 你翅膀就硬了 不要 哎哎哎 元气满满的一天 你们这是干啥呀 都是同事 因为这点小事不知道啊 那个 没事没事没事 我去拿 我去拿 稍稍 老苏 没事没事没事 我说啊有些人 就别太自以为是了 要是没有上慕离 媒体会采访你吗 还不是一样靠着男人 许晶雅你说谁呢 你别在那阴阳怪气行吗 说你那暗语 我最近呢 在学泰拳 我的教练说 我的优点 就是力气太大 我的缺点呢 就是力气太大 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劲 来来 韩芸 我刚好路过这儿 给你带着小女朋友 谢谢 你的 谢谢江总监 恭喜你们 认识转正了 江总监 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 我们去那边说吧 工牌在里面 新的 赶紧换什么 你 能跟着小组去川河门店 这不像你啊 你们小组很快会被钓去门店 你也要去 你不仅要去 你还会成为店长 去川河嘛 自然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为以后铺落 行了 你跟我这么藏着掖着 有意思吗 跟岩有关吗 怎么 你心疼了 瞎说什么呀 我是觉得你的大鱼另有其人 副总监叫你们整个小组去川河 你跟副总监 我和副总监怎么了 去到川河 我可是店长 安瑜可是要听我拆解的 你吃醋了 姜耀然 你吃醋了 这铺子里在那需要来找我们 我们来吃醋了 谢谢啊 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客户是吧 他是来接厕所的 从早上到现在 要么就是来接厕所的 要么就是来接复印机的 怎么着 我这是便民服务站吗 从现在开始 只要不是顾客 盖不接待 来 店长 你去哪儿啊 去找客户呀 你们几个 自求多福吧 来 来 来 店长 你慢点啊 我觉得他说的呢 也不无道理 我们是不能在这儿守住待兔了 我知道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地方 什么高尔夫球场 健身房都有 说不定能拉到潜在客户 走走走 我跟你去 走走走走 对 哈岚 我们不用去了 又见面了 好巧啊 不是来找我的吗 怎么了 你们店对于顾客 都是这么亲满的 你喝水 你希望对手里闲置的五百万资金 进行合理的配置 但是在风险和收益这一来 你没有任何诉求 你的先生 是集团的董事长 你们家庭名下有多处房产 多辆车 而你本人也是律师事务所的 高级合伙人 鉴于你们家的收支情况 我建议进行如下的配置 你们家庭的财力雄厚 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 我建议百分之十 用于购买流动性比较强的 理财产品 比如货币基金 然后百分之二十呢 去购买一些风险比较小的 债权类基金 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一百五十万 可以去投入到信托 大概率收率会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左右 最后的百分之四十 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一级市场 就是那些很有潜力 但是还没有上市的小公司 我会让卓越的员工 跟您细聊 嗯 很专业 不过你好像忘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教育基金 我的孩子明天就要上小学了 我要为他准备一份充足的资金 供他上最好的学校 在最好的环境里长大 国际教育班 培训兴趣班 假期的拓展夏令营 这样一算来 养个孩子真是一台岁超级 有的时候小孩花的钱比大人还多 关于教育基金这一部分 你有什么研究吗 我实在想不明白 您的丈夫也开的是金融公司 我真的不知道您今天来我们这儿有什么诉求 我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安妮姐这个样子 这么刚啊 以前认识他几天啊 他真正刚不说你没见过他 好 我们律师也是计时收费的 我才没那么无聊 我有事业 有孩子 也有老公 也是分了一生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横的人光 我跟你签五百万以后多 对不起 我再说一遍吧 我只跟安妮签全权带的好朋友 把这五百万资金交给他一个人来打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了 没问题 快快快快 爸 有单子我们当然是签的 坐坐坐别着急 安妮 没问题了 签吧 到这里鸭子别飞了 坐 坐坐 你们坐下坐下 坐下 音女士 坐吧 坐下来我们聊聊合同的细节 对了 你那个山寨帮你就别飞了 不适合你 不适合你 安妮姐 对不起 那个包是我送你的 让你难堪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他来就冲着我来的 想什么呢 没想 没想什么啊 没想什么啊 嗯 这好像是我今天早上喂的猫粮 你刚才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猫咪 没有啊 我还说怎么在这男子 奇怪 他跑去哪了呢 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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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 我跟你说啊 等一下我们如果找到她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她取个名字 这样以后我们叫她 或找她都会方便很多 可是其实她平时活动范围挺固定的 而且现在也该到饭点了 奇怪 跑去哪了呢 猫咪 猫咪 咪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啊 我经常发现房子在那边 好 猫咪 猫咪 我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个地下室 猫咪 你听到了吗 是不是在那边 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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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成功被老鼠夹夹住了 你 你 可以吗 ha 糖果不取得呢 那个吧 那边移一下吧 你没事吧 先挪猫吧 猫咪 我 小心点哦 你确定你的后背真的没事吗 刚刚砸得那么结实 我刚刚已经让医生看过了 就一点破皮擦伤 受益也是医生吗 你这个闯祸精 现在倒是安静了 刚刚你帮他付药的医药费 我们AA吧 别人一半 好 那现在我们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我好想养啊 可不可以先让我养养试试看吧 好啊 反正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找你的名字 我这个明觉云还真不错啊 你美秀的毒散 好了 给你买齐的 齐到你又约了啊 我也很约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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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乖啊 对了 我们上次说找到他之后要给他取名字 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很像我小时候吃的一款雪糕 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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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前的这个人是安宇 你以后要多听他的话好吗 又乖乖的 我是你 好 雪糕 好乖 来 我先去开门啊 好 来了 这位少女 小语 你住在这儿啊 方便能问一句 邵总怎么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是觉得跟你的身份好像不太匹配啊 周总是介意我和安宇住在对门吧 怎么会 当然没有 没有就好 周总平时运动吗 运动啊 但是我今天穿的 邵总 其实我今天来呢 是想诚心地邀请你加入我们一米资本 不管在股权还有股东位置上 什么条件你都可以随便提 我一定会给你一份最有诚意的合同 邵总 从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我就知道我们是同一类人 如果我们做对手的话 我们一定会两败俱伤 如果合作 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 双赢 听起来的确很诱人 但周总 我们好像不是同一类人 囡体 找人 既员 哪儿 老婆 一极 丑 大 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